跑步是我们最低成本的锻炼方式,你不需要花费什么多余的费用,就可以让自己身体得到非常不错的锻炼。 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跑步,认为跑步很累,对于自己的减肥效果还不好,何必去受那苦?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真的大错特错了,跑步虽然累,但对于我们减肥带来的效果是极好的,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,并且跑步也不辛苦。 只要你能明白其中的好处,你就会乐在其中,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五个跑步的好处,你只要每天坚持跑一小时,你就可以确身体会到这些益处。 第一点,让你告别肥胖的身材,每天坚持跑步,可以让你告别肥胖的身材,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了。 如果大家能每天坚持跑一小时,那你身体就可以得到足量的有氧训练,这就可以让我们身体得到非常好的训练,让我们的体质房变得越来越少,从而你就可以告别肥胖的身材,让自己的身材训练得更加完美。 第二点,让你身体抵抗力变得更强大,每天坚持跑一小时,坚持一段时间后,你就会感激到自己生病越来越少,身体抵抗力变得越来强,你在工作上也会越来越精神。 所以,坚持跑步对我们健康来说是极好的,可以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强大。 第三点,让你放松自我,减轻工作压力。 在跑步的过程中,你会充分地放松自我,工作中的压力会逐渐减轻,因为这时候你就是一个跑者,你的目标就是坚持跑完全程,做到了你就成功。 并且在跑步中,你还可以适当地宣泄工作中的压力,让你的身心得到放松。 第四点,让你的自信心变得更强,跑步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心的。 一个跑者,一开始跑步时可能十分钟都坚持不了,但是只要坚持好,越往后能坚持的时间就会越长。 就在不知不觉中也提升了我们的自信,让我们再处理任何事情,时都能更加从容。 第五点,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坚持。 作为一个跑者,你在跑步中是要克服各种困难的,特别是在跑步的中途,中间的时段是特别累和辛苦的。 这个时间段如果能坚持过去,那你就可以坚持跑完全程。 所以每一个坚持跑完全程的跑者内心都是很强大的,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,都可以处理得更从容不破,能够让自己坚持下去。 内心会在跑步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